蘇-35 因為它本身我們剛剛講 它是蘇-27的雙發動機的這個終極改良版 它整體的空戰性能上 比舊型的這個F-16的確是好上非常多 背著烏克蘭積極重振空軍的戰力 第一批的F-16戰機渴望在7月抵達 而且投入部署烏克蘭 期望藉此來增強前線的戰力 這摧毀號稱是 烏軍課金的這個俄國滑翔炸彈 而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的是俄國呢 一向都把這個F-16視為是眼中釘 誓言要摧毀 讓烏克蘭現在面臨到艱困的挑戰 我們看到俄羅斯方面聲稱 6月27號攻擊烏克蘭西部的一座小城市 斯達克斯坦尼夫 裡頭一座重要的軍事基地 揚言說要讓這些F-16戰機被困在地面 或者是被摧毀 好我們首先請教幹哥了 現在呢戰機都還沒到 這個跑道先毀了怎麼辦 對 其實老師講一句 從歐戰爭兩年前開打 到現在已經兩年半 從一開始 北歐四國 這四個國家 注意 比利時 丹麥 荷蘭 挪威 就是在40年前第一次拿到F-16的北歐四國 你知道嗎 這非常的巧合 就是說當時美國第一次 馬上就是賣給這四個國家 而這四個國家在歐歐戰爭一開始 在經過美國的號召的時候 馬上就說我們提供給你 那時候我們一聽 我們會認為說 哇 那烏克蘭的工軍的生力軍就到了對不對 結果時間過了兩年半到現在才拿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需要訓練 不是說我飛機給你就會用 在這一段艱困的時期 烏克蘭他竟然是怎麼湊合的用 他就是用俄羅斯給的飛機 因為他們兩個以前是 烏克蘭跟俄羅斯以前他們是 同一個蘇聯的共和體制裡面的嘛 那所以說當時他用的是俄羅斯的飛機 蘇凱27米格29 結果打起來的時候 這些飛機都已經不太能用了 美國趕快供應很多武器 像西方給它 風暴之影飛彈 HM88反輻射飛彈通通給它 結果掛上去以後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系統不一樣 所以美國的系統跟俄羅斯系統 你怎麼可以用 在很有限的距離之內才能用 打出去之後就趕快跑了 所以烏克蘭空軍其實老實講 他就一路的衰敗到今天 所以大家就曉得說 烏克蘭他非常需要新的戰鬥機 來幫他打這一仗 這是為什麼烏克蘭在戰場上 節節敗退最重要的原因 雖然說在幾次的反攻上面 好像烏軍也有一些進展對不對 打成了莫斯科號 那個俄羅斯的巡洋艦 但是那都是局部的 你要制空 你一定在戰場上 才能取得優先 所以在這次 他在烏克蘭的西部這個機場 斯達克斯坦尼夫 這個機場就是烏克蘭最主要的機場 但是俄羅斯已經講了 你第一批荷蘭給了24架 我馬上就鎖定了 你放放看 你如果放在固定的岩堤裡面 一定會被我摧毀 因為為什麼 我用任何精準武器都可以打擊你 比如說他們可以派米格31 去投放什麼 去投放匕首炸彈 KH-37 匕首 超高音速飛彈 就是可以直接把你 就可以把你給摧毀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24架剛到的 荷蘭的這個戰鬥機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逃過一劫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後面還有比利時丹麥 以及挪威的 總共有85架的飛機 大家要知道 在駕駛F16的時候 對於烏克蘭飛行員而言 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都是 他們都是半類比式的 那種米格機 或者是蘇凱的前代戰機 坐在機艙裡面 你就會覺得一大堆儀表 可是你現在如果說 你坐到了這個 F16A B的那個坐艙裡面 烏克蘭的那個飛行員 就會發現 哇 都是抬頭顯示幕 看到哪裡打到哪裡 看到哪裡可以打到哪裡 就覺得說哇好新奇哦 對他們而言 這個才是 升等 就是他們進階了 那他們的配備 也完全是美式的配備 比如說 響尾射飛彈 GPU-15 雷射導彈 還有AIM-120 中程空對空飛彈 這是 都是現在西方最先進的 但是我還是要講回來 就是說 24架太少了 而且太晚成軍了 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烏克蘭 他們現在還是在做一種 就是我覺得是一種 搏鬥 就是搏鬥到最後 看看我們能不能夠 把戰爭的局勢給 扭轉回來 其實對大家而言 大家也看到這場戰爭 打了兩年半 你現在有個新飛機 在我們的眼裡 它根本就是舊飛機好嗎 二手 對 二手飛機 那能不能真正 把烏克蘭的局面 帶上談判桌 有得到有力的談判條件 我覺得這非常值得觀察 北約援助烏克蘭的 F16戰機即將到達之際 現在又傳出說 希臘也可能提供 32架比較老舊型的F16 加入比利時丹麥荷蘭 還有挪威的圓烏F16機隊 不過有消息人士說 既然雅典傾向把他們回收給美國 等到升級完了之後 再轉交給基輔 那另外一個消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宣布 首批從丹麥荷蘭運往 到烏克蘭的F16戰機 他說 渴望在7月底抵達 但是中國大陸軍事專家 李莉認為 布林肯的推測 可能比較樂觀一點 他認為實際上 整個運送過程 可能會有局部的推遲 所以推算這個時間 他預計應該是一兩個月過後 才可以得到F16 那美國空軍F16戰機 本週部署到保加利亞和波蘭 讓戰機分製在東歐多地 而且相當靠近 剛開始要接收F16戰機的烏克蘭 接著來看到 這是全球火力公司 2022年的軍事評估報告顯示 烏克蘭只擁有69架戰鬥機 那俄羅斯有773架的戰鬥機 好 對於這個空軍聊勝於5的烏克蘭來說 李將軍你怎麼看這個 北約的F16到來 對整個戰局帶來的影響 我覺得這次F16 支援烏克蘭來講的話 對整個大的戰局 影響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小部分的局部的戰鬥 可能會有所影響 我從幾點來分析 第一個F16戰機來講的話 你交由烏克蘭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能飛 第二個你要能戰 能飛不一定代表能戰 第二個能戰之後 你要能夠戰勝 能戰不一定能夠戰勝 你戰勝之後要能夠回 你要回得來 回得來代表說 你要有機場讓你降落 第四個就是 你這個回來之後 你還有再次再戰的機會 這才能夠發揮一架戰機的功能 那你不要小看這四件工作 第一個 你光訓練一個飛行員能飛 所以以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初期空軍官校的飛行員 大概在 在官校四年的時間 他只是出不到能飛 那他換裝訓練到F16 能夠開始來講的話 能夠執行到作戰任務 最少要500個小時 那目前來講 我覺得這個 烏克蘭的F16戰機來講的話 他這些飛行員原來可能是 飛的是二次的戰機 那現在要轉換F16可能性來講的話 他要更長的時間來做適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 俄羅斯寄了很大一筆賞金 也就是1500萬盧布 說誰可以把它打下來 當初這個美國來講也是吹牛 所謂M1戰車 或者鮑娜戰車 到烏克蘭戰場 那時候他講說誰去擊毀第一輛 M1戰車的話賞金 賞金1000萬盧布 那我跟你講 那輛戰車開過來 對於俄羅斯的戰士 他看到的不是一輛 很可怕的戰車 他看到是一輛黃金 向他飛過來 他立刻贏上去 那果然沒錯 這個M1戰車來講的話 在全世界算是一級的戰車 那支援烏克蘭30輛裡面 現在已經被擊毀了10輛 也就是三分之一已經被摧毀了 因為對俄羅斯這些戰士來講的話 他看到是一架 這種很值錢的東西過來 他不認為那個是 這個殺人的武器 那這次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雖然說有了F16戰機 你看他現在 不敢直接飛到烏克蘭的領土 為什麼呢 因為你飛到那邊以後 你可能這些基地 空軍的基地 或者是設施等等 都一定是在俄羅斯的打擊範圍之內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配套措施夠不夠 譬如說我要有戰機 戰機解決你一定要有預警機 那現在烏克蘭有沒有類似這種預警機 不然的話 你飛到天上去 你看不到敵機在什麼地方 也不知道敵機會從什麼地方過來 我覺得這是烏克蘭要面臨的第二個問題 它要解決問題 第三個來講 你後續的保養 維修來講 也是 其實以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F16戰機後續的保養維修 譬如你多久時間你就必須要換輪胎 這個降落幾次以後 你的這個飛機的引擎 就要維修更換等等 像這些事情來講都是很大問題 再來我講一個關於飛行員的數量 因為你有飛機你必須要有人去飛嘛 那目前來講烏克蘭 這個前一陣台跟美國抱怨 說他們送去的飛行員 你不要看現在說 總共要給了100多架的F16戰機 它飛行員能夠完遜的只有20幾個 所以說遠遠都不足 我們來講的話 空軍來講作戰我們有一個叫坐艙比 就是飛行員跟坐艙要有一個合比例 最少是要達到2比1以上 也就是說 我一個坐艙 我還有兩個飛行員 可以交替休息嘛 因為人不是機器 必須要下來休息 或者換另外一個飛行員上去 要這個執行作戰任務 所以通常來講最少要2比1 那你現在來講 那麼多個飛機 你只有20個飛行員 那美國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有一點在糊弄烏克蘭 因為那時候有烏克蘭 周恩斯基有跟這個美國 說你為什麼可不可以增加我的訓練的人數 那亞利桑那這個飛行學校跟他講 不是只有你一個國家需要飛行員 別的國家也需要 我也要幫別的國家訓練 所以你的流露 我只能幫你 我的能量只能幫你訓練20個 那我們想想看 這20個飛行員 可不可以擔任這一次的後續的作戰任務 那要打上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那另外我覺得這次來講很明顯看出來 我必須要有陰謀論提出來 這個為什麼你美國來講 如果你有心幫烏克蘭來講的話 你應該支援他第五代的戰機嘛 F-35為什麼只支援F-16 而且我們看到很多都是舊型的F-16 F-16我們台灣朱祺用的也是F-16A 現在來講提升到F-16C 然後最近要給我們F-16V 是一代一代的更新 那我們現在看到提供給烏克蘭 都是F-16的最老舊型 那是不是很多國家利用這機會 把這舊款的F-16送到戰場去 淘汰掉之後 我跟美國換新的F-35 我覺得這是這些北約這些國家 目前心裡頭所打的算盤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 澤倫斯基他有什麼樣的動作 18號在英國主辦的 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 呼籲西方各國要更勇敢 他特別點名了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波蘭 強調這些國家的勇氣 可以對和平發揮關鍵的影響力 韓話北約進一步解除 對烏克蘭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他還提到說 如果美國前總統川普 在11月的總統大選當中獲勝 對烏克蘭來說是很艱難 但是他說烏克蘭人會做好準備 怎麼這個澤倫斯基自自句句 聽起來都好像很無奈 不管是要打還是要合 好像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澤倫斯基的態度很清楚 他就覺得全世界都欠烏克蘭 全世界都應該無條件地幫助烏克蘭 全世界都應該要為烏克蘭 赴湯導火 全力以赴 但是為什麼全世界要做這樣的事呢 到底大家欠了烏克蘭什麼 不要講別人光臺灣就沒有欠烏克蘭 臺灣過去長期發展外交 這個有明老師最清楚了 烏克蘭對我們一點都不友善 我們在烏克蘭還連辦事處都沒有 所以導致到現在想要援助烏克蘭 想要進行撤僑任務 還要從莫斯科或從波蘭去做 那到底我們欠了他什麼東西啊 那哲倫斯基這種大頭陣的心態 從俄武戰爭開打之後就越來越嚴重 他覺得他就是世界的救星 他是歐洲的英雄 他是代表全歐洲去對抗邪惡俄羅斯的代表 所以大家都應該毫無條件地支持他 這根本就這種鬼扯的愚蠢的 不切實際的想法 那你要講說這個 這個哲倫斯基自治透出無奈 我覺得如果歷史會記錄下來的話 再過幾十年回頭看看烏克蘭的歷史 烏克蘭的人民才無奈呢 哲倫斯基是烏克蘭歷史上永遠的罪人 他打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戰爭 他當時如果聽梅克爾的話 他當時如果在明斯克的協議裡頭 按照這樣的協議來執行 其實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的 哪怕俄羅斯對你看了順眼 他也沒有任何理由打你啊 可是他今天去聽了拜登的話 受了拜登的說白 當了拜登的馬前卒 然後當了拜登的匕首 最後把整個烏克蘭給毀了 烏克蘭現在毀到的狀況是嚴重到 他幾乎是沒有壯年的男子了 他已經兩代的男人 通通都被打光在戰場上了 我常常在講 我不瞭解 如果俄武戰爭結束之後 烏克蘭要怎麼重建啊 烏克蘭到底還剩下多少男人 還剩下多少能夠有工作能力的人 烏克蘭整個變成一片焦土 滿目蒼蠅 這就是澤倫斯基帶給烏克蘭的 澤倫斯基要發動這場戰爭 是因為澤倫斯基是美國的傀儡 他之所以要引爆這場戰爭 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牽涉貪腐的弊案 所以全世界有兩個人 是因為自己的貪腐問題 或者是因為自己的政權保衛 而拼了老命在打仗的 一個是澤倫斯基 一個叫納坦雅胡 這兩個人都在幹同樣的事情 他們心中想的 澤倫斯基想的不是烏克蘭 也不是歐洲 他想的是他自己 他要保住他自己的政權 納坦雅胡想的也不見得都是猶太人 也不見得是摧毀哈馬斯 他想的是如果戰爭一停他就要下台 所以其實這個澤倫斯基 在整場俄乌戰爭當中 他就是扮演了這樣的一個 罪人性的角色 然後就把全世界通通都吸到這個戰場上來 最後得利的是誰 最後得利的就是美國 得利的是美國 美國在這場戰爭當中是最大的贏家 烏克蘭 俄羅斯可能都受到衝擊 當然烏克蘭是最大的輸家 現在連歐洲也受到了波及 所以美國在這場戰爭當中 利用了一個小小的烏克蘭 利用了一個傀儡的哲倫斯基 他得到了多龐大的地緣政治 跟經貿的利益 兩年多的戰鬥也影響到俄羅斯的一些邊境城市 總統普丁說 俄羅斯現在加大力度在邊境地區建立了緩衝區 要來抵禦烏克蘭的襲擊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 烏軍無人機襲擊了邊境的俄國地區 貝爾哥羅德州 造成了當地斷水又斷電 那您從通話上看到 烏克蘭最近還加強了打擊俄軍的防空設施 研判就是為了TF-16戰機上戰場 先來清理障礙 靠著就是您看到的這一艘這個系統 美國援助的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來打擊克里米亞的很多的防空設施 那根據數據統計呢 短短一個月損失了好幾十個 讓俄軍方面真的是措手不及 以及我們看到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解釋 烏克蘭是要在收到F-16戰機之前 刻意來削弱俄羅斯的防空能力 那現在包括比利時 丹麥 荷蘭 挪威 接下來都承諾說 已經要向烏克蘭提供大約80架的F-16 好 不過大家關注到的說是 烏克蘭呢雖然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 在培訓這一些飛行人員還有地勤人員 但是介大使我們想請教一下了 學習F-16是完全不一樣的課程 也許飛行員的話 或者有些地勤 重要的 重要部分 就是美國的盟邦的人員 那麼穿著烏軍的制服在做 那因為這個武器是相當敏感 萬一它落到俄羅斯手裡面的話 那對美國來講 它這個等於說先進的裝備 落到俄羅斯手裡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威脅 那另外一方面說穿了 就是烏克蘭這個政府 這個內部不太不太不太上軌道 貪腐事件很多 你有一些東西交給烏克蘭 你的一般的武器也就算了 你的精密武器交到烏克蘭的時候 你說他就交給你了 裡面哪一天一個重要的裝備不見了 你知道是搞丟了還是什麼 有人給他賣給賣給不該賣的人了 所以這些你都要考量 所以到目前為止就是說 這些承諾的飛機都還沒有到 都還沒有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 一個一個已經在喪失戰鬥意志 喪失士氣 在戰場上沒有辦法告結的一個 對烏克蘭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鼓舞作用 你要了那麼久F-16給你吧 可是幹這個交的過程中 到現在為止沒有移駕到烏克蘭手裡 已經吵了多久了 吵了半年了 是不是在未來三個月 有一架會到烏克蘭手裡 我都打我都打問號 所以這場戰爭事實上的話 有很多這些 有一些心計在裡面 就是這種心眼在裡面 烏克蘭雖然是幫美國跟這個北約 這個等於說當傭兵 可是很多美國跟北約 他們忌諱或者擔憂的是 還是不會隨便讓它發聲的 而且這場戰爭說實話打到現在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來了 它跟美國總統的大選息息相關 那就是說烏克蘭怎麼樣 你都給我撐到 起碼撐到11月5號吧 等我拜登 你會決定 你不要給我出大狀況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美國就不斷的加碼 而且叫歐盟也一起來 這個加碼 可是我覺得很多時候你看到時候 這承諾 遠 早於大於 實際交貨 所以這個F16我覺得基本上 即使交給烏軍了 那麼在他使用的方法跟使用範圍上 我想美國一定有做非常多的限制 你的攻擊範圍 你的還有維修的時候 哪些東西你是可以動 哪些不能動 你知道我們這個愛國者飛彈 我們台灣愛國者 常常要維修的時候 要送回美國 是不是我們不會修 不見得 這些東西你不能動 那這個F16更是如此 尤其掉了一架的話 那這個問題很大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 是不是能夠真正 把這個俄烏戰的戰局 會做一個大幅的調整 也未必 你F16你進來好了 俄羅斯的飛機也等在那裡 你如果說你把打擊範圍 打擊的力度 打擊的戰略你做了改變 那俄羅斯立刻就調整 誰都占不到便宜 說到俄羅斯的飛機等到這裡 我們就來看到 就算這個F16真的交集了 一邊是這個北約國家提供的 二手F16 那另外一輩對上的就是俄羅斯蘇凱35 號稱是最先進的第四代戰鬥機 我們要請教夏偉哥了 就算如果兩邊呢 飛行人員如果能力一樣的話 那這個F16跟蘇凱35PK 他們的優劣勢 可以幫我們進行分析嗎 好 如果說假設說是 雙方的這個飛行員的資質相同 那我還是必須要說 那個蘇35的身邊 可能還真的是大一點 為什麼 因為蘇35戰機 它基本上是俄羅斯的這個蘇凱27 也就是側位家族系列戰機裡面的 終極改良版 就它呢 整體飛機的這個作戰效能 以及它這個空中這個機動特性等等 都比原先的蘇二七要好上非常多 那像以蘇35來講 它可以那個掛載 目前俄羅斯空軍大概基本上 所有的空對空的這樣一個飛彈 那同樣的這個 北約的這個F16戰機呢 它經過這個所謂的叫MLU 其實它所進行過性能提升的水準 就跟我們當初我們空軍 因為現在F16AB Block兩棟戰機剛進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能量是一樣的 也就是它用的相同雷達 然後以及基本上飛機上大同小異套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的F16已經做過那個性能提升了 所以我們把雷達也換了航電也換了 但是這批這個西歐的這些二手的F16呢 它基本上來說它的這個升級過後的規格 就跟我們原先我們空軍買的F16AB Block兩棟的規格是相同的 雖然說也可以操作這個AM120的這個飛彈 然後AM9S等等這些都可以 但是就在於就是說 蘇凱27這個戰機它的這個基礎型 進化到SU-35以後 蘇凱35到就是蘇凱27這個家族系列戰機 它基本上是一個雙發動機的重型主力戰機 那這種戰機它在空中主要的任務是幹嘛呢 其實叫做制空權奪取 那F16它本身是屬於這種輕型單發動機的支援性戰機 它派得很好沒有說很多國家都有都買了它 然後但是呢不可否認的先天上 蘇凱35是兩顆重型那個 兩顆那個大推力的重型戰機 那F16是輕型戰機 這兩者之間差異最大點在哪裡 在於雷達所能夠探測的距離 也就是說因為蘇凱三屬它本身飛機大 所以它的機比就比較大 那我們知道其實從這個雷達天線的這個 最簡單的物理原理來說 你的天線越大你能夠看得越遠 那同樣的F16的那個 F16 AB Block那個MLU這個戰機 它雖然說也改到APG66 V3了 但是它能看的距離就是比蘇三屬的距離要短 所以就變成說如果說它要能夠對蘇三屬進行伏擊的話對不對 它一定可能要透過其它各種這種防空系統的這樣的導引 然後才能夠成功的伏擊到它 那以蘇三屬來說的話 蘇三屬它本身雷達就看得夠遠 然後而且再加上它其實它的空戰性能也相當優異 也就是說在空戰上 蘇三屬可以比F16更早發現對方 比如說假設今天距離這個300公里以上的話對不對 蘇三屬可能已經先看到了這個F16 但F16可能要進到200公里左右才看得到這個蘇三屬 那這個時候在空中你其實就有可能 因為在這100公里的距離中 蘇三屬可能已經對你射了好幾本飛彈 你還不知道 那當然西方戰機它有非常好的這個電子自衛系統 可以針對2C戰機射過來的這個雷達導引的飛彈 進行包含這種所謂的電子硬殺軟殺 也就是用這個干擾絲熱煙彈去干擾它 或者是透過電子干擾的方式讓它掉下去 那個方法還是很多啦 但是整體來說不可否認的蘇三屬 因為它本身我剛剛講 它是蘇二屬的雙發動機的這個中級改良版 它整體的空戰性能上 比舊型的這個F16的確是好像非常多